順便提到剛才繼續 我還是喜歡比較喜歡腳歪的東西 剛才提到Mexico的大小是差不多多少 30到60左右 不關你意思 對 是嗎 現在有他在上課的意思 一個Mexico大小是什麼 30到60 如果他今天送比較更大的 走吧 用更大的 蛤 用更 沒有更大的Mexico 拆開了 拆開了 然後在金剛組合的 其實真的是這樣 比如說collegin collegin是什麼 膠原蛋白 它是真的在我們身體裡面 collegin是一個細胞做出來的蛋白質 然後它會吐到細胞外面 你的細胞 我們人體的細胞 會有分成兩大類 一個是貼附型的細胞 一個是懸附的細胞 懸附的細胞 就在你血液血管裡面 飛來飛去那些血球細胞 那貼附型的細胞 就是你的眼睛 你的肝臟等等 它會有一個形體 貼在那個地方 它不是平坦貼在其他細胞上 它是貼在所謂的細胞外基質上面 有學過這個嗎 HSR matrix 那這些HSR matrix是哪來的 細胞自己吐出來的 OK 所以你把它想像 它吐很多一個 吐出一個床 到自己的床上 OK 那些細胞外基質 是很多很多非常粗 非常大的fibre 很多是這樣的構造 那你怎麼吐出來一個 它會比你細胞值還要更大的東西 你一定會塞住 所以它一定是用Vesco去送的 比如說collegin 這麼大一個東西 它就先生成出很多小的小垃圖 然後一長條一長條的 然後吐到 等它跑到細胞外面以後 它再分解開 它要在細胞外面組裝起來 變成超大一個fibre 那個小的一個 我們所謂的procollegin的長度 就是60nm 以及是Vesco的極限 但是呢 其實還是有一些蛋白質 其實比這Vesco還要更大 所以它們會怎麼做 蛋白質是從哪裡開始生成 內脂網 內脂網 對 內脂網上面的核彈體 那它生出來以後呢 它會先 如果今天是很大的話 它會先跑到ER的路面裡面 內脂網的空腔圖 然後中間它會送到高激刺體的核彈 它就不走Vesco 它會靠近 那個我可以跟各位講 內脂網在細胞裡面滿滿的到處都是 所以它會聚集到高激刺體旁邊 然後直接遞給它 它會直接跟高激刺體黏在一起 然後直接遞給它 然後高激刺體的內腔是不是也非常大 那高激刺體長什麼樣子 是不是長這樣子 這一個一個叫什麼 沒有講過 啊 這叫Sisternate 我不知道中文的翻譯是什麼 然後這個比較靠近細胞核 或是ER位叫Sis Needle Trans, right 那從這個跳到這個地方怎麼辦 黏起來 黏起來 這個 是不是有很多人講說它是靠Besicle在那邊送的 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今天這個東西 好 你ER直接接給它 然後它大於這個Besicle 你還可以遞給它 它要怎麼送上去 不能走是不是啊 它怎麼送上去 你們覺得 你要遞上去 就遞不上去啊 你怎麼遞上 喔你說要跟它黏在 可是你們不是說它們是分隔開來的嗎 拆開來的 蛤 喔 你是不是把它切斷 然後這樣 不是 細胞是這樣用的 你們 很常 上面的卡通主畫這個樣子對不對 這個人有沒有跟它連在一起 你什麼時候都是有沒有連在一起 那這個人跟它有沒有連在一起 蛤 它只有跟隔壁的 這個跟上面有沒有連在一起 有 是因為五項位一定有連在一起 因為我們傳統 你如果切一個切片電子顯微鏡 你才看得到這個短距視體 然後你會感覺它們是分開的 但是如果你今天說連續切片 然後把它疊 拍完照以後它疊成3D 你會看到 它旁邊有個管子是這樣接的 然後這邊也有管子是這樣接的 整個高溪刺體這不一樣的System 都是連在一起的 OK 所以這個蛋白症 可以用跑到另外一個地方就怎麼樣 最後呢 它到這個非常靠近細胞膜的地方 直接遞送給它 然後放出外面 OK 所以它有很多不一樣的機制 然後去送各式各樣大小的 這些的targo 這就是它厲害的地方 對 那另外一個問題 那你怎麼 它怎麼知道什麼時候要送大的東西 然後小的東西 要用不一樣的系統 你送它也有別的方法 有機會我再跟你們講 好嗎 我跟你們講 啊 走 我問一下 那你要問一下 那你要問一下 為什麼電子顯微鏡要染色 電子顯微鏡 因為如果你今天不染色的話 你的對比其實是很糟糕的 就看過去霧霧的 然後就看不到 就是你必須要加很多重金屬的東西 黏在上面 然後在一些特定的結構上面 你才會造成比較大的對比 你才可以看得到 不然看起來色彩 不然看過去是白白的一片 我可以更募強的白白的一片 OK 你必須 我剛才提到那個Osmic是一個重金屬 它就會特別黏在那個polar head上面 那電子打過去的時候 它就更穿不過去 所以那個硬要更深 你就可以更看得到一個特定的結構 在那個地方 這就是要染自己想看的東西 對 當然啦 你會染你不想看的東西嗎 不會吧 或是說我們很多時候會用 go polypile 金粒子 就是go polypile OK 然後它非常圓的一個人工的 然後它上面接著county 然後就標定到你的sample上 然後你去切片的時候 你會看到底下一個非常假的震源的東西 在那個地方 然後很多一個點點 那個東西也是電子打不過去的 OK 類似這樣子去標定 電子行為 電子行為這個標定真的是很想死 我那時候做那個go party 我真的很想死 因為看那個已經看到 你一直要找那個go polypile 一直看不到 已經看那個大理石地板 哇 地上慢慢浮出來go polypile 一點點黑黑的 人生已經開始有一些幻局的出現了 做時間做到幻局的出現 還有沒有問題 還有 就為什麼還要再放一個 那個emission filter emission filter 哦 哦 一樣 OK 所以剛才這個學生有問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這個dicomirror下來以後 然後它上去以後 為什麼還要一個emission filter Right 通常來說 我剛才沒有提到 dicomirror它會讓某一個 這個 它會讓某一個特定波長 它會設一個界限 某一個特定波長以下的會反射 以上的不會反射 我們是叫它long-pass的dicomirror 所以這上面會 你雖然只有照出來 就是藍色 然後它會有一個綠色的區域 但是你要讓它的signal更pure 更純 我們這邊還會再放另外一個emission的dicomirror 只會讓我們要收的那個光過去 就是因為 你今天看哦 它今天一打開 這整排 這整個光都會這樣出來 這邊也會有光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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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如果你今天放一個field 它就只會收非常marrow的這個地方的光 OK 那這樣子的話 當你在拍其他sample的時候 它的signals更不會overlight 不然很多時候 你在拍照的時候 這些東西 如果你的field 怎麼沒有設計好的話 它就會 這個拍過去 誒 也看到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也看到這個東西 是我的東西 小男哥 我很好的手機 突然老婆當天我問了 OK 就是這樣子我們才可以把signal 可以分隔開來 才不會有所謂的cross talk 誒 這很好問解 還有沒有 為什麼中間那個要放特別的鏡子 不能放普通反射鏡就好嗎 普通反射鏡就選反射 你什麼都會再下去你就不會 但是因為最後還是會filter啦 蛤 普 誒 你說這個地方就放一個鏡子 那你這個打上去就上不去了 哦 又再返回了啦 兩camera之後 你知道 知道怎麼樣 懂嗎 懂嗎 Dyco Neurobee 另外再買一個物件還在便宜 好嗎 好 來 我想問第二十一張資料 就是它一個細胞 它是 它的 它的emission 它是一段活長 然後 還是特定的波長 因為我想問那個歪軸的那個intensity 百分之百是什麼意思 就是它能夠發散出來 慢慢就變成最有效率的 最多的那個光的波長 是指百分之百細胞都有發散那個波長 不是 不是 是這一個分子 它 它會發出來從這個地方 它最亮 最多 發散出來最多這個光 然後這個地方 接下來就越來越 它也會發散其他光 但是它就佔的比例比較少 這整坡的光它就會 理論上都會打出來 但是我們當然可以用綠片把 只要收這邊的光 但是理論上直接照它沒有綠片的話 它就會整能吐出來這麼多的光 一個零光的分子 會吐出來這麼多的光 然後它最多的光是在這個波長 然後往前往後就會開始遞減 要懂嗎 可以再這樣子 好 你現在先跳脫細胞的概念 先看一個分子 一個零光的分子 OK 這邊 然後呢 我常常不是說 我常常不是說 這個GP 假設今天這個一個蛋白質在那個地方 它會去吸收特定波長光 跟發生核特定波長光 它今天吸收特定波長光 我們常常會說一個數字是488 它最愛是488的光 所以它對這個吸收效果最好 但是並不 它48你會吸收 可能是吸收90% 460你會收 450你會收 OK 它其實是一個range 這樣子的光 它其實都可以收的 你有一些偏差 只要這個 我們一般的經驗就是 只要80%以上 這個帶的光 其實它都可以吸收起來 不用只有四方 它比Z3這個波長的光 才可以吸收得了 到這邊給我 吸收了以後呢 它會發散出來的光 其實也是一個range 它最多的光就是520 這都是用機器測的 前後也會有一些光 其實它也會同時發散出來的 比如說有515也有525 類似這樣的光都會發散出來 那我們是用它最亮的 那個顏色的光是換換一個percent 然後其他的會佔多少percent 會這樣化出來 OK 這樣懂嗎 所以當你這些東西到假設 你現在是考在一個細胞裡面 假設我們今天這樣是一個細胞 我們今天用這個染劑去染的話 Depends on 現在讓這個黃黃是怎樣 這個細胞就是同時有染到三點 但是我們同樣培養在一個培養米上面 其他細胞不見得都會有這三個顏色 但我可以選 我可以選 有同樣都會染到三個顏色 所以它跟有百分之百的細胞 還是那個是另外一件事情 聽懂嗎 我現在只是單純講這個螢光分子 它發光的顏色的比例是什麼 可以嗎 對啊 因為可憐我才 聽不懂 是可以啦 但是我覺得很奇怪的一點是 那為什麼 照理來講 他們不會 就是他們百分之百的地方 百分之百是人算的 就是他就做過Normalize 就是說他最能夠發的那個光 我們設成百分之百 但是人去把它設定出來 然後其他遞檢 而最不會發光的就是設成零 然後最後畫出來一個這樣子的 加上一個圖形 聽懂我意思嗎 他不是一個絕對式 他是一個相對比 好 我懂 懂嗎 嗯 OK 我可以跟各位講 我可以跟各位講每一個 等一下回答 每一個螢光的分子 它的亮度都不一樣 所以那個都是我們所謂的 Normalize 說的 它最亮的那個光 我們設成一百 最不亮的那些光 我們設成零 然後最後他就畫成 每一個三峰都長得一樣的這樣子的 高跟低都長得一樣的這樣峰 但是每個亮度其實不一樣 OK 那你有什麼問題 我可以詢問一下 就是也是根據第21章 就是比如說我單欄的Depid的話 我其實是不是也可以用FITC看的 不行 那就是沒有Depid的Fearth去看得到 因為想說他們的光 好像是有部分是有特別的 對 可是呢 你今天要看你 你今天Exitation的Fearth 跟Emission的Fearth 是同時換的嗎 你今天這個顯示器裡面會有一個 一個東西是專門給Depid的Fearth 然後呢 你拍Depid的時候 這底下呢 這個東西呢 在我們實驗室裡面有一個轉盤 他在這個光路的時候呢 他其實是有一個像左輪一樣的轉盤 當我要拍Depid的時候 他會換到Depid的 在光路上面 然後你只看得到Depid的Exitation 跟它Emission 可是當你要看FITC 他會換成FITC的Exitation 跟Dicomirror 跟它的Emission來 然後就直接換成 對 所以我剛才看到那四個顏色 我有四個東西在想進去 然後它的轉盤就一直在那邊轉 0.3秒換一個位置這樣 所以假設我今天要拍 這個東西的話 我其實是三個轉盤 不斷的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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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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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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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縮實性長這個樣子 我沒有辦法同時拍到四個顏色 懂嗎? 二十三個顏色 聽得懂嗎? 所以這個細胞也是要被染三種染劑場 對對對 那我可以問一下就是 就是這麼多染劑直接 今天打算第一堂課就把十分直接 直接問嘛 染劑會對細胞的生理造成一些負面的影響嗎? 會啊 或多或少都會 因為你所謂的染劑 它為什麼可以染到細胞核 就是它黏到細胞核上 或是黏到DM上面嗎? 你的DM被你它黏著 它當然它這一區域就 黏太多的話 它這個區域就沒有辦法去跟別人結束 就沒有辦法作用了 對 所以或多或少都會有一些影響 比如說我們常常見的就是 我們染很多在microtubule上 microtubule跟什麼那個沒有關係 細胞分裂有沒有關係 Right? 你如果黏 你的microtubule看 用那個染劑去染 然後你的microtubule超級亮 你不要開心 因為它就不分裂 細胞死都不分裂 因為你的什麼空的手也黏不上去 什麼都又黏不上 你要只是很亮 讓你看得拍 所以它的細胞會分裂 所以都要去拿捏 你今天染劑要下多少 OK 這個是比較細節一點的地方 但是所有東西都會 你就對它惡搞啊 它都會有影響 好嗎? 染劑怎麼知道它要染細胞在哪裡 OK 這個染劑呢 染劑為什麼 這也是很好的問題 染劑很多時候是意外發現的 比如說我們常常是什麼 我們在日常生活碰到 在野外碰到一個毒素 吃了一個那個什麼香菇 然後我們就死掉 然後後來發現它裡面的毒素 會跟我們的acting會結合在一起 我們查出死因是什麼以後 然後我們就把那個東西之後 沒有要再去毒別人 我們只拿來 因為知道它跟acting 會有很好的精神品 我就把那個毒素 上面再接很多螢光分子 它就變成癌劑了 這都是意外發現的 懂嗎? 或是有些染劑它就很喜歡染到DNA 有時候是特別去 知道它怎麼樣染過 也許我們可以設計 但是很多時候是 從某一個毒素去知道的 所以這世界上不會 染劑沒有辦法label 100% 的東西 我們最常用的還是用抗體 這個也有機會再跟各位講 抗體可以label最多的分子 那我們今天這邊呢 我們也不是用抗體 是用別的方法去label 要沒有 ok 那如果總是用很多藍劑 你們打算 接下來就開始擺爛了是不是 有對這個地方這麼好奇 現在是要衝 分數還是很真的嗎 我真的有點想回 我總是用很多種藍劑的情況下 會有衝突的狀況 衝突的狀況 通常來說我們會用這些染劑 都已經被大家廣泛的使用 所以它之前有碰到什麼問題 大概都面臨過 所以我們會用的東西應該都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比如說daping它就只會染DNA 它就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但是也有可能就是還沒有新發現的一個東西 你就測試它會引臉到別人 ok 好嗎 好 那 我們剛才提到這Ebby的Defraction Limit 所以呢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介紹這第二個part 就是Super Resolution 他們怎麼突破這樣子一個解析度的極限 那其實呢 在2014年 因為這幾個科學家他們所發現的這個技術呢 突破這100年來的這個光學強勁的極限 這個Eric Baptiste或是Stefan Hale 或是William Moyner ok 他們就發展了Super Resolution Microscopy 就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怎麼樣突破這一個光學強勁的極限 第一個呢 這個Stefan Hale呢 他所發展的一個技術叫這個STEP Stimulated Emission Deflation Microscopy ok 那我剛才是不是提到我們的光 一般的光學強勁 你在怎麼樣聚焦 它差不多一個光點 最小光點就是200 或者200 whatever 這樣子一個光 再小的東西其實你沒辦法看到 因為你今天聚焦很小的光去激發這個地方的Sample 假設你今天原本的Sample長這個樣子 你的光點就這麼大 你只有這個地方 所以你這 看過去這是一坨的 ok 因為你的光點這麼大 所以就沒有辦法看到比它更細的東西 可是呢 如果你今天想辦法把你這個光點說得更小 或是我所謂的有效光點說得更小 它就所謂點亮這個地方 那你就會有更好的Resolution ok 可是呢 你今天能打出來的光點就是這個樣子 你怎麼樣能打出來這麼小的一個光點 它是要用另外一個技術 就是STEP 所謂的Stimulated Emission Deflation 剛才提到這個Essification它會上來 然後變成Emission 然後呢 如果這個時候給它一個Stimulated Emission 另外一個波長的光 這個波長的光呢 通常比這個Emission的光還要更 波長更長一點點 但是是包含在 我們剛才提到這個Emission的 那一個波 那整個山谷裡面 ok 它只要 因為它到這個激發態的時候呢 這些電子或是這些 這些激發態的狀態 它其實是非常非常不穩定的 這個時候呢 你給它一個聚焦的美射 然後跟它性質很像的話 你是有辦法帶走它的 帶走它 以後它全部都會用這個光 變成這個光 然後這個波長 原本這個波長完全不見了 我用另外一個來解釋一下 這個波長完全不見了 比如說 我同樣打這個Essification的光 然後它會產生這個Emission的Line 這個時候呢 你有沒有看到 它從這個地方都有完環的光 然後一直到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都還會亮一點點 這個時候呢 你如果488 512 如果你今天打一個592的光 在這個地方 它會不斷的 因為這些光是非常非常不穩定 你打很強的這個光以後呢 你可以讓這所有的光 全部變成592的一個雷射 所以它變成現在整個Sample呢 你只要打這個過強的光 你可以影響到這所有Emission的這些光 然後變成592的光 OK 然後呢 最後你就會有488 雖然你打488的光 但是你打這個光 所以你所有的Emission都變成592 可是你看V片是什麼 是看520的光 那你這個Emission就不見了 到這邊聽得懂嗎 聽不懂 它就是這個地方 其實它的電子的那些原理 我覺得有點複雜 但是基本上就是 你只要打任何的波長的光 聚焦的雷射的時候 它這些不穩定的這些光子 或是這些電子 都會被你一起聚焦過去 然後變成這個波長的光 然後去發散出去 OK 所以它的效果是什麼 你今天就是 本來它發散成520 這整個都會 但是你今天打592的光 你可以讓這邊的光 就不會亮 它全部變成592的光 你這是外加的一個雷射 不是觀察 這是外加的 比如592的時候也是會有這個波形 還是只有180度 對 它就會變成類似這樣子的 還是會有一個波形 對對對 但是你今天的綠片是什麼 你是設定給看520的 所以就看不到520的光 但是你如果今天看592的 它就變成592的光 OK 好 那我今天直接 所以呢 這一張圖我有點想挑過 就是說 所以一般來說 你今天如果看綠色的這幾個染劑的話 它的emission light 是長這個樣子 那你只要 它emission light呢 它波長比較長的地方 你只要有沾到一點點 然後打一個 比如說592的光 你就可以把這些綠色的光 全部變成592 把它散出來 你如果今天是看比較橘色或黃色 你可以打660的光 然後把它變成 只變成660的光 這些光全部都一見 你如果今天是打紅色的這些光的話 你就可以用775的光 去DUNSTEP的LASER 它就可以沾到這邊一點點 它就可以讓這整個引力全都不見 全部變成775的光 OK 它的效果是這個樣子 懂嗎 OK 那你今天 如果你今天是要看這一個GVP 你可不可以用775的光 不行 不行 因為這樣就倒 OK 那你今天 還勉強可以用660 但是592的效果會比較好 OK 那所以呢 這個時候你只要你的綠片是 我回到剛才這個時候 綠片是Exitine 488 emission是520的話 你的 你那個光就沒了 它的emission就沒了 你雖然有Exitine 可是你那個地方emission就沒了 OK 先記得這個效果 所以呢 它怎麼做呢 所以這個到時候我會考 我會畫這個東西出來 然後讓你選 如果你今天是這個Spectrum 然後有這樣三個光 你要選哪一個Utine的Step 這個很重要 因為你未來 萬一你用這個Step 它就會告訴你 你要用哪一個Laser OK 好 所以呢 它怎麼樣讓那個光點變小呢 它先打一個Exitination的Laser 然後呢 那個是一個很小的點 所以你再怎麼小就是200mm 然後呢 它再打一個 剛才會讓它不發光的那一個StepLaser 它是打成一個Donut shape的一個StepLaser OK 你既然打出什麼樣的Pattern 都是可以的 所以它這邊都是有打這個StepLaser 這中間是空的 沒有打那個Laser 然後呢 它一起靠這些DikeMirror 然後這樣穿下去 這個也打Exit 疊起來以後呢 你本來是這麼大一個光 Right 它外面再打了一個StepLaser 讓外圈的光 Emission不會發光 你最後疊加起來 就只有中間這個地方發光 OK 就是這樣投機取消的方式 讓它得到的東西 酸葡萄心 OK 這樣聽得懂我意思嗎 就這樣子 對 OK 好 教訓的問題 沒辦法 好 所以呢 它在用這個非常小的點 慢慢的去Scan 慢慢的掃這個Scan 最後它就可以得到這樣子一個 非常多detail的這樣子一個Scentle OK 因為它光點比較小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跟傳統顯微鏡有什麼差 左邊是傳統顯微鏡 它今天呢 會在你的撥片上面放很多 已經知道大小的這些塑膠珠珠 Bits OK 然後你左邊看霧霧的這些 其實我每次看他們這些 在發表這個超 Super Reservative MicroScript 我覺得他們都故意把傳統顯微鏡拍得很爛 對不對 是叫大學部的學生來拍的嗎 就是哇 這根針 看不到什麼 哇 看到一顆一顆的有嗎 超級清楚的 對 老師拍的 學生拍的 基本上 我這個實驗室 沒有我實驗室的學生 沒有 同一個Sample 我用同一個顯微鏡 這個學生拍的 老師就可以達到這樣的差別 Teacher Student 對不對 好 然後他還要你看什麼東西 細胞核跟細胞子中間交連接的管道 是什麼 細胞核跟細胞子中間連接的管道 核孔 Nuclear Core Complex OK OK 就是不論我們把這個Piccum放到哪裡 就是他細胞核膜上面很多這個孔 OK 然後呢 這個我差不多大小是120nm 低於200nm 它的那個所謂Deflection的Limits 然後呢 這個是 我看了陳寗老師 他只有叫這個 Right 那他怎麼樣 他怎麼樣調節的東西進出 DNA比較 這個孔 差不多有60nm 蠻大的 那你DNA更小呢 他怎麼樣調控DNA進出 或是RNA進出 DNA大部分不會出去 RNA進出什麼進出 有沒有想到 我現在是大概講一下 那你們學到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 中間有一坨奇怪的東西 他好像也有一個東西 在變形 哦 有一些蛋白質會做這件事情 對 RAM RAM 對不對 比如說這些東西 但是其實他還有一些physical的 barrier OK 就這邊 這有很多的 這個是Nucle-embal 然後這上面呢 有很多的protein 它protein會生出很多 像義大利麵的東西在那裡 這一整坨都是義大利麵 然後呢 你不要小看這些義大利麵 它孔洞雖然很大 但是你的小小東西都穿不過去了 所以它才可以造成一個 Diffusion的barrier 讓你只有讓特點的東西 真的可以 要energy才會帶的進去 你不會靠一般擴散就可以穿過去 你今天自己想嘛 你今天那個 在水是不是很小 水夠小了吧 可是呢 你今天你的頭髮 如果洗澡洗一洗掉比較多 然後卡在那個 那個 那種排水孔 水都淹起來呢 水都過不去呢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就可以做到 類似這樣的效果 它是有很多的Nucle-embal 上面的protein 生出來的 生在這中間 然後它有很多的這些 我們叫FG-repeat 它上面就有很多 在這些Charge的東西 上面就有很多 在這些Charge的東西 然後就可以去 造成一個Diffusion-barrier OK 好 那 又彎的 好 那 我們這個地方120Nb 它就是 電子顯微鏡底下 你可以看到很多時候的空 上面就這樣一圈一圈的 然後 這個學生拍的 就會convention of my course 這個上面 這誤到我是 這太扯了 OK 好 然後呢 它拍出來就這樣子 對 我覺得這真的太扯了 就開心 好 然後你可以看到 這可口上面就有很多這個東西 如果把它放大一看 這跟電子顯微鏡已經很像 開始可以看到這些細節 這個東西是故意沒對到腳之類的 對 好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一些Dangetic Spines 就是說它的Dendrite Neurons這個Dendrite 上面有一些這個突起來的一個一個的模糊 它會去接受很多它上有的Neurons 就是它刺激的 你看有很多receptor在這些Dendrite上面 然後這個neck呢其實很小 然後這整個東西500Nm有一點小 然後它基本上現在就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對 或是說呢 它也可以直接觀察 在老鼠的腦袋裡面 活著的老鼠腦袋裡面的Neurons 它把它標定好以後 然後去看這個Dendrite 你看得到這個Dendrite 就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它的neck其實是非常非常細的 OK 一般來說我們光學行為 其實看出去這個整個是霧的 原來這個只有67nm這樣子的 粗度的一個 一個細波子的結構呢 基本上它還是可以看得到 OK 而且真的可以看到一個neck在那個地方 OK 好 那剛才呢 它基本上是什麼 是一個平面的做法 就e-citation 然後會有這個光的繞設 然後再打一個平面的donut shape 然後就可以剩你的xy軸呢 平面就可以看到一個比較小的 就可以看到比較多的細節 Right 那可是你的biology的sample是3D的 那你要怎麼樣做到3D 我剛才是不是看到說 這個xy是200 所以它打了一個donut shape 所以它可以變得更小 Right 可是你的G軸有520 然後要怎麼樣 讓這個G軸的光變小 Donut shape 對 Exactly 就是橫的donut shape 這樣就在發一天超級好評 所以呢 這個時候就需要 需要我剛才提到 要側邊以後有一個 有一個物進 然後打一個橫的 這個重的這樣子 另外一個90度角的donut shape過去 OK 那畫成就差不多是這樣 它有一個xy的donut shape 跟一個z的donut shape 然後這樣一起打到這個sample上面 這個是它 基本上這個是xy 我現在畫的這個平面是xy 然後這個是z OK 你可以看到它有很多散射的 這樣子 z也有很多散射 Right 那它其中一個step的xy 就是打一個平的donut shape 然後最後你就會在這個地方 這中間是沒有打這個step的laser 所以最後它就可以 讓這中間是有一個 可以發光的一個小的區域 然後另外一個區域呢 這個地方 它自己走是打 這樣子打過去的一個donut shape 所以呢只有 然後這個地方一樣是空的 所有包圍起來 只有中間這個地方是空的 它就可以讓 是一個立體空間的 一個小的excitation的spot 就不會長一個樣子 OK 所以本來呢 傳統顯微鏡它拍下去 一個光點是長這麼大 它其實它就可以xy 從自己走從側面看 就可以變這麼小一點點 那它用來觀察什麼東西呢 立線體 OK 立線體的長力量 它其實比較長條的一個結構 它差不多是1到10micrometer長度 厚度呢是1micrometer 所以你從上面往下看的時候 xy其實比較容易看得清楚 因為它比較大 它的厚度其實非常非常薄 OK 你就比較看不清楚 可是呢它有這樣子的 一個3D的Z軸也有很好的resolution的時候 它就可以拍 它對焦的地方是0 往下一點130nm 對 可以看到另外一個影像 OK 然後往上130nm 又可以看到另外一個影像 這三個是不一樣的影像 證明說它們其實是可以 有足夠的resolution 去看到不一樣的影像 OK 然後最後呢 就可以疊成一個立體的 這個東西是買的function 因為你想像都是不一樣的 對 你們想像中買的function 都是什麼半蹲的馬桶啊 花生啊 對 是 而且它 那時候呢 後面有一個跟你講 它長得超級像蟲 在你身體裡面 一直扭來扭去像個蟲一樣 對 好 到這邊有問題 沒有齁 這個概念其實都很簡單 然後呢 但是這邊 這個技術呢 雖然很厲害 可以讓你得到 Ru-Code Resolution 可是它有一個非常大的缺點 就是說 它為了要讓這個emission的光 完全消失不見 它要打非常多 這個laser的光 它要打很多 才可以 才可以讓所有的emission的光不見 如果它打得不夠強的話 你還是會發那個emission的光 懂我意思嗎 OK 所以它要打到夠強的光 才可以干擾到這個emission 讓它不會發光 全部變成這個 stimulation的emission 可是呢 你打了這麼多laser 它不是energy 它就會看damaging的sample OK 所以它就會想說 有沒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用更不傷sample的做法呢 然後來打到 有些地方量 有些地方補量 其他的做法去做這件事情 那這個呢 又會牽扯到 它還利用一些比較特別的 我剛才提到綠色銀光蛋白質 做到這一件事情 那這個是一個綠色銀光蛋白質的 蛋白質結構 你從top view 往下看 那邊 趁別人看這個地方 它外面是由很多變成 它strength舞成了一個桶子 它真的可以讓它發光 中間這幾個 特別的三四個 三個氨基酸在這中間的位置 它這幾個人的 這些氨基酸結構 才是可以吸收那個特定波長的光 跟攤回來發出特定波長的光的 關鍵的氨基酸 在這個地方這三個氨 OK 就中間這個 我們叫它pro 這個propro OK 發光基團 我忘記中文翻譯中 OK propro 那科學家就會想辦法說 那我換成別的氨基酸 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呢 第一個你換別的氨基酸 你就發現說 它綠色銀光變成其他顏色的銀光 它會變成yellow fluorescent protein 會變成red fluorescent protein 會變成blue fluorescent protein 它開始可以吸收別的波長的光 跟產生出不一樣另外的emission的light 那個人也拿到諾貝爾獎 OK 那但是還有一些更特別呢 它換成幾個特定波長的氨基酸呢 它發現它是有一個switchable的特性 比如說它換成這幾個氨基酸的話 它如果現在是打400nm的光的話 它是會亮的 它就會一直保持亮的 然後呢 它在打488的光的話 它就不亮了 所以它可以照400的光它會亮 然後再照488它不亮 那你們大概猜得出來 要怎麼做這件事情 打到原本step的效果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他讓它一直亮著 然後就當作是stamlet的光嗎 一直亮著 不是 它直接打這個它就會亮 打那個就不會亮 好啦 可以488照多的光 然後 它會亮對不對 然後打一個488的donna ship 它就不會亮 所以人家一路一直照 它最後就只有這中間會亮 right? yeah 又給它投機取手發展一個新的 反正不認識它 它不會聽到的上課 然後這個技術呢 叫resolve reversible saturable optical forestation saturable 取得什麼繞舌的一個 reversible saturable optical orescent transition resolve 這個呢 我猜你們都不會用到 因為它必須要用這些特定的 GFP 我們所謂的 photo switchable的GFP 才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OK 沒有問題 看得懂嗎 現在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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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因為它今天可以打這兩個光 然後它不用很強的 stimulated laser 就可以讓它不發光 這兩個光都可以很弱 所以它被 sample的 damage 就可以比較少 所以它就可以在 生物的樣本上面 可以拍得比較久一點 比如說 這個就是 再直接看這個 deggt spine 它可以連續照兩個小時 那如果你今天是用 之前step的話 因為它 不斷的照這個step的 laser 這個東西早就 慢慢的會暗掉 你不斷一直激發 一個螢光噴噴噴 它慢慢就會 有一個反應叫bleaching OK 就是光漂白 或是對岸是怎樣 光脆滅 我也不知道 就是bleaching 可是它越來越暗 然後越來越看不到它 或是你的 cell 會 damage 那這個東西它就可以 一直保持著它足夠亮 然後可以長時間的觀察 OK 好 那接下來呢 這剛才是提到step跟result 接下來要提到另外一個 其實它叫pom 它的全名是photoactivated localization microscope 那這個地方呢 又用了另外一個 也是很特別的gfp gfp被研究超級多 它那個暗基酸已經被趕到爛掉 OK 所以已經發展出很多不同的gfp 其中一個叫photoactivated gfp 或是叫pahgp 它怎麼樣呢 平常你今天不打光的時候 它其實是 dark 但是你今天打了一個 UV light的光是它其實才會發光 那它今天這個發出發光呢 其實是靠你今天光線可以照多少 它就可以發多少的光 因為它會一直保持著亮 OK 你不需要一直對著它這樣 你只怕一下它就會 它就可以發光 它會固定的亮 所以呢 然後它的這個亮度呢 是靠你今天打的這個UV light 多它就越亮 少的話就是亮一點點 你會控制它的這個亮的程度是怎麼樣 所以呢 它今天就把它控制它的這一些 所以它讓這些分子上面都帶著 用php所標定 然後它用非常非常微弱的 這一些UV light 它們已經知道說這個UV light 只會讓一個php發光 就這樣照下去 然後它就啵啵啵啵 它就開始這景頭會亮起來 非常非常微弱的光 然後它就會這樣子一個spot亮起來 然後它就 因為它知道這個微弱的光 只能讓一個php 一個分子亮起來 它就用電腦畫一個十字 在那個亮的圓圈正中央畫一個十字 OK 然後畫完十字以後呢 再用很 稍微強一點的mazer 把這些flitch掉 就照比較強的雷射 它們就會按掉 我剛才提到這個光漂白系統 或是光翠滅系統 然後呢 接下來再照一次很微弱光 它又再亮下一個round 然後再blitching 不斷一直這樣反不著反不著 然後把這個每一個點的中心的位置 全部都random的把它標定下來 都是正字 最後呢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非常非常好的細節的一個sample 你今天把pump的影像呢 拉到最近看的時候 它其實都是很多的十字 它不是真的一個一個的sample 它是一個一個的十字喔 給大家看一個時間 這是傳統的顯微鏡 它就直接照它 但是如果已經是php 它會這樣一直閃爍 然後它會一直 你看這每個都一個十字 然後這樣一直activate bleaching activate bleaching activate 它cycle可以很快 然後最後它就會慢慢累積出來 整個它的圖片的樣子 你把它放大一看 其實都是一堆十字 OK 不是線條 是十字 這樣懂嗎 那最後呢 它就可以原本這樣子 傳統的顯微鏡的piple 它可以變得這麼多 你真的再放大一看 它就是十字 對 你傳統的這個放大一看 就是pixel 因為這depend上你的microscope 要 為什麼要php離群 就直接不要照方法 不要 因為它要讓 它不能夠讓它重複的在同一個地方 你如果多php離群的話 它就會一直有overlap的segment出來 它就會累積越來越多 所以當如果你今天 這個東西跟它疊在一起的時候 你會沒有辦法標示到它的正重要 所以它先把它洗掉 然後再繼續讓它random的量 你懂嗎 不然我這樣子 這兩個 有一些overlap的地方 我沒有辦法畫得這麼清楚 OK 這個就叫pong 然後這個就是Eric Baptiste 他所發展出來 他當初呢 你們如果有去看他的人生的話 是一個非常神奇的一個人生 他後來就 家裡應該蠻有錢的 然後就做很多事情 然後後來突然爬山還是怎麼樣 想到應該做好 然後就自己在客廳煮了這個行為 過個失念 然後就拿到露兵的獎 對 這樣結果給它掃起來 好 那其實 然後後來呢 也有別人去發展別的系統 比如說這個 Harvard University的莊小威的教授呢 所以有非常 剛才是不是要用一點點光照 然後再Pleach 一點光照再Pleach 要不斷地一直重複做這件事情 要讓你的Sample不斷亮暗亮暗亮暗 但是其實呢 這個科學家呢 他發現說有非常多染劑 他本來就會不斷的Blinking OK 這是他的化學 所以他本來就一直亮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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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Random 他就一直亮暗亮暗 所以就直接用這個染劑 直接去拍他就好 他亮暗亮暗暗暗的時候 你就可以標定出這個十字 OK 那這個東西叫 Stochastic Optical Reconstruction Microscopy 他們就很喜歡做自己的 因為要申請專利用的群 所以看起來像Advanced title OK 叫Stone 但是呢 這邊Stone 剛才的Pleach 就需要Photo-activated的解圖 或是那些螢光粉 Stone呢 需要這些特定的 會Blinking的 Borisance的帶 OK 他們都是需要一些特定的東西 來達到他們這樣的拍攝的需求 那 但是呢 這個Stone呢 有一個好處是說 他不用Bleaching 他不用Bleaching 因為他本身就會不斷一直亮暗亮暗亮暗 所以他就一直在收集這一個 正中央的地方 比如說 一開始是這樣收集完 然後接下來 下一個人又會換這個地方亮 他就在收集這個位 他就一直在等他們一直亮暗 最後他就可以收集 自動不用Bleaching 就自動一直拍 這就可以收集到所有的這一點 懂嗎 OK 那比如說這個是 這個比較有良心一點 這個還算拍的不錯 我們一定這樣拍幾 這個細胞裡面的骨匠 Microcele長得一樣 但是他拍出來可以是長得一樣 本來你覺得這個一根了嗎 其實裡面有兩根 對 OK 然後這個 這個就沒什麼良心 你看他拍 就是說傳統的顯微鏡 拍出來這個樣子 這個 顯微鏡的一個Dendrite 但他拍出來呢 Actin其實在Dendrite上 而不是 這個裡面Axon OK 神經細胞的軸體 他其實裡面的Actin呢 會有一些一圈一圈的整構出來 傳統的顯微鏡就看不出來 對 這是Minecraft的等級 然後這個一定是PS5的等級 OK 好 到這邊有什麼問題 你們要自動 來集中 我只是可以看到五十七頁嗎 五十七頁 好 他們有五頁 五十七 欸 在下面兩張 上面兩張 下面兩張 嗯 蛤 這是右邊的製造 因為我把它搓成洞 抱歉 你們這麼care 我考試怎麼考你們這個啊 然後那個五十七 五十九頁那個slide 這一個裡面 其實很奇怪 我考這個 我不是那種的人 然後很多時候我這邊順便提一下 歪樓一下 就是 我實驗室的學生 反正就 不知道這個謠言怎麼傳出來 然後就說 蛤 你在那個誰誰誰實驗室 那老師不是很兇 而且管人很嚴 蛤 你在講同一個老師嗎 第一次有聽到這樣 對我的長毛實在是 傻眼 所以你們可以亂問問題 然後我絕對不會生氣 好嗎 對 然後呢 來請問 我已經想問正經的問題 你可以先講嗎 還正經嗆嗎 對 來 怎麼樣 我想問一下 那你剛才講一下 PHA 你是怎麼是active一個 呢 PHA 因為它用非常弱的光去activate 它這樣的能量只能夠 在一個時間裡面 activate一個 一個分子 所以這個所謂的 我們在做很多的 拍攝的時候 我們叫single particle image 的一個做法 它就可以只拍到一個molecure 就是有很微弱的uv light 它是很微弱 就只是範圍很小 沒有沒有 它整個拍過去 可是它的能量 只能夠讓 在那個平均範圍裡面的一顆亮起來 到這些影像其實有的時候 你們不是這麼容易聽 因為畢竟你們沒有真的去拍過 然後我也有點難跟你解釋 對 但是在那個平均的空間裡面呢 你給它那樣子的能量的話 它就只能夠可以讓 計算下來只能讓一顆亮起來 然後它亮起來之後 再把那一個bleach掉 對 所以它先亮一次 然後它再用稍微長一點的光 讓它們 laser讓它們bleach掉 然後再拍第二次光 所以它就不斷的一直這樣cycle 是亮過在這個bleach掉 還是整片都bleach掉 整片都bleach掉 但是它會記得那個位置 就是十字它mark起來 最後你的十字會累積越來越多 因為你不斷的這樣bleaching label bleaching label 這樣一直cycle下去 欸 那個光就是一直拿著腳下去 然後啊 水機在哪一個地方 對對對水機的 水機 它沒有辦法控制哪一個地方 因為你照過去全部都會 可是沒有 不是像是可能那個光整箱裡 還在拍照嗎 不是不是 對 就是那個 送的它不是用一個 它會自己這邊閃的一個人 對 那看一下用那個去模擬就是 對 對 可是這樣的話 那個閃的那個時候 不會有同時閃的狀況 不會有overlap嗎 對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很好問題 有的時候你就兩個點一起閃來 你怎麼知道它是同一個 它這個地方我就沒有辦法解釋 因為它是用一些數學運算 它可以去避掉 去判斷說它今天是兩個quarticle 還是其實它是一個quarticle 然後它們的確有很多數學公司 會去怎麼樣避掉這一個音域 OK 就是這個這種裡面的感激是一樣大很多 要持續效果 對 對沒錯 它自己就會 你有很多的光線 它自己一直在那邊閃 但是你要拍很快 不然你就 我們一般來說 像我的那個影像就拍一張 各個三秒鐘再拍一張 不行 你要一直拍下去 OK 你能為了是要去光別的顯微信公司上班 那個SDDD 它可以拍多久 可以拍多久 沒有一個固定的 對 看你的sample多有件 對 有些sample很弱 就很容易死掉 有些sample就可以拍掉 這case by case 死掉會怎樣 死掉我沒有實驗可以做 你知道那個它不會亮 蛤 死掉的意思是螢光不會再亮 螢光不會亮 你也看不到 然後有的時候細胞也會死掉 你給它拍多久 那個體驗是一個 我們所謂的Portal Talk 是一個 光就是一個 雷射一直在照你 你會不會有點害怕 如果細胞死掉 它還是可以發螢光嗎 細胞死掉的話 還是可以發螢光 但是我們就是要看它活著的時候 我們不想要用光照死它 因為我們只是在叫別人看 我們那個殺死細胞的過程 其他人就比較不想要看這個過程 對 我們希望可以保持細胞是健康的狀態去 而且我們希望它是一個很客觀的觀察它 而不是對它有什麼影響的可以做 OK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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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我們接下來再休息五分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第三個部分 再講這個Sync 跟Expansion Microscop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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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